哇 你看这一坨鸭皮 给我乐傻了 哈喽 这里是你们的可可鸭 今天我打算带大家去吃 我心中的海淀麻辣烫之光 肯定的小伙伴已经猜到了 就是彭姐麻辣烫 走着 它现在已经变成了这种 这么一个大地 再也不是那个街边小摊了 看这大堂 太宽敞了 今天没有鸭皮 啊 是吗 现在是没有鸭皮吗 那有鸭脖吗 哦 看这个麻将 我跟你说这个麻将就是 就是就是你看 啊 你之前稀了 哎哎 小心大哥 请看 哇操 真的特别幸运 找到一个很角落的位置 喜行于色 看 两大分 不是刚进来的时候 对 我刚进来的时候 真的已经要绝望了 全是人的感觉 刚刚还单独打了一盘酱 应该会很nice 你喝汽水啊 我喝汽水啊 给你喝吧 我要搞点健康的玩意儿 其实你才该喝我手里这个 抗氧化的 上回我喝他们家那个绿粉的 真的是通便神器 哇 你看 哎 好喝哎 你尝尝 酸酸甜甜的 又有蓝莓的味道 我要开吃了 你为什么要把它这样放下来吃 真正吃麻辣汤的方法应该是这样好吗 来扣我最爱的摩鱼丝 好好吃啊 我刚才以为这是一坨 结果发现它是两坨 切好大块哦 这个他们家真的 我以为我还要再去打麻将 但说实话 他们家麻将真的比之前稀了 他们家的蒜之所以能这么辣 就真的是蒜去剁的泥 咱有哪个人了 凤凶啊 有剪刀吗 这要变成牛奶麻辣套啊 其实我是想做一个抹茶拿铁 一个随身携带 小平行和抹茶粉的女人 炸炸真好喝 好喝吧 有点意思啊 最平价的抹茶拿铁 加上我的牛奶应该是5块钱搞定 这是什么 牛蹄筋 这好好吃 这好好吃啊 它是不是特别软Q的牛蹄筋 会稍微带一点嚼劲 这个 这个是我麻辣烫的壁点 就完全可以这个样子 裹满汤汁 直接吃麻酱隔了 也不是不行 这个也好吃 这是什么鸽子肺还是鸽子什么东西 有这么辣吗 给你个这个 配这么玩 鸡辣的给你拿辣 我还多吃点一个鸡爪 其实不应该吃虎皮鸡爪的 这真的好软弹哦 一拧就脱鸡 豆皮卷 它这个里面是肉的 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的肉限于DM 有牛肉 这叫酥肉还是酥肉丸 不吃 这是素丸子 就一坨面粉的味道 所以这种鱼圆团货 不要点哦 因为阿姨说这个海带有点小 然后还有另外给了我一个 它们家海带好吃 你看这煮的时间很长了 最特别的木 我最爱的豆腐鸡 豆腸 油豆腐 我这是一个吃麻烫吃火锅 一定要点超多豆制品的人 我觉得豆制品就是涮锅一绝 这个吸太多汤了 我一眼看见全是水 我不行了 我去加点麻酱去 太适合爱吃麻酱型人了 每次去吃那个转转小火锅 那豆皮转那个长的 我一次个人吃了五个 是吗 那个蒸鸡 你能不能去帮我问我们的鸭脖好美好 让咱了吗 我心中的鸭脖 我看这一坨鸭脖 给我乐傻了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他们家有鸭脖和鸭脖嘛 我被推荐最多的是那个鸭脖 因为说是把里面的脂肪去掉了 但是我真的很爱这个鸭脖 我吃完这个鸭脖 我觉得鸭脖弱爆了 啊 你试试给我吃的超辣锅 好辣啊 它嚼到后面会有一些地方不太能嚼的豆腐 这很好吃 我来吃我菜菜了 你就给我要了一串是吗 两分 怎么这么少 不知道 同号店好好吃啊 我去 这里都有厕所了 但说实话 如果让我选择一个夜宵好去处 我还是会喜欢那种地方 就一种生活期 有一种烟火气息 今天的最后一口 不对 这才是我今天的最后一口 氧化黑芝麻丸 你之前买那个好像就是加了黑米和黑豆 这个就是纯黑芝麻的 不是纯黑芝麻 黑芝麻加坚果 好吃 跟你之前买那种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那个特别甜 然后特别黏 这个就咬下去就是黑芝麻的味道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知道 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吧 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吧 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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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